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喜欢画画 可是他家里很穷 连一只画笔也没有 他去山上打柴时就捡一根树枝当笔 在沙地上画空中的飞鸟 他到河边割草时就把草根当笔 在河滩上画水中的鱿鱼 他看到什么就画什么 画得很认真 画得很刻苦 可是他仍然没有一只笔 一天晚上 有位白胡子老爷爷走来对他说 马良 我送给你一只笔 去给穷人画画吧 马良高兴极了 结果画笔就在墙上画了一只大公鸡 真奇怪 大公鸡从墙上飞下来 窝窝地叫起来 原来 老爷爷给他的 是一只神笔 马良有了这只神笔 天天给村里的穷人画画 一天 他看见一个老农民和一个小孩子 拉着梨耕地 因为泥土硬 拉不动 马良拿出神笔 给他们画了一头老牛 只听 喵的一声 老牛就下田 拉离耕地了 有个大官听说马良有一只神笔 就把他抓了去 要他画金子 马良不画 大官就把他关进监狱里 到了半夜 看守监狱的士兵睡熟了 马良用神笔 在墙上画了一扇门 马上打开门 带着关在里面的穷人们逃出去了 大官听到报告 派人去追 又把马良抓了回来 那大官很生气 命令手下人抢走马良的神笔 交给一个画师 要他在墙上画颗摇钱树 摇钱树刚画好 大官就急不可待地扑上去 只听 喵的一声 他的头撞在墙上 额头上立刻起了一个大疙瘩 大官明白了 那只神笔是属于马良的 他离开马良 就成了一只普通的笔了 大官只好把马良放出来 对他说 好 马良 你给我画幅画吧 马良为了夺回神笔 就答应了 大官把神笔还给马良 叫他画一座金山 马良真的给他画了一座金山 只见金山上 金光闪闪 满山都是金子 大官高兴地直跳 马良接着在金山四周画了一片大海 大官说 快画一只大船 我要去金山运金子 马良就画了一只大船 大官跳上船去 马良又画了几笔风 围杆上的白帆就仗满了风 直向金山驶去 大官还嫌船慢 便挥动着拳头 大声叫喊 哎 风再大些 马良又加上粗粗的几笔风 大海骤然翻滚起来 大官心里害怕 叫着 风够了 风够了 啊 马良不理他 还是一个劲儿的画风 风更猛了 浪更大了 大船翻了 大官沉到海底去了 马良又回到了穷人那里 给穷人画画 翻译 神笔马良 从前有个孩子 名字叫马良 马良喜欢画画 可是他家里很穷 连一只画笔 连一只画笔也没有 他去山上打柴时 就剪一根树枝当笔 在沙地上画空中的飞鸟 他到河边割草时 就把草根当笔 在河滩上画 画水中的鱿鱼 他看到什么就画什么 画得很认真 画得很刻苦 可是 他仍然没有一只笔 一天晚上 有位白胡子老爷爷走来对他说 马良 我送给你一只笔 去给穷人画画吧 马良高兴极了 结果画笔就在墙上画了一只大公鸡 真奇怪 大公鸡从墙上飞下来 窝窝地叫起来 原来 老爷爷给他的 是一只神笔 马良有了这只神笔 天天给村里的穷人画画 一天 他看见一个老农民和一个小孩子拉着梨耕地 因为泥土硬拉不动 马良拿出神笔 给他们画了一头老牛 只听 喵的一声 老牛就下田拉梨耕地了 有个大官听说马良有一只神笔 就把他抓了去 要他画金子 马良不画 大官就把他关进监狱里 到了半夜 看守监狱的士兵睡熟了 马良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一扇门 马上打开门 带着关在里面的穷人们逃出去了 大官听到报告 派人去追 又把马良抓了回来 那大官很生气 命令手下人抢走马良的神笔 交给一个画师 要他在墙上画颗摇钱树 大官就急不可待地扑上去 只听 喷的一声 他的头撞在墙上 额头上立刻起了一个大疙瘩 大官明白了 那只神笔是属于马良的 他离开马良就成了一只普通的笔了 大官只好把马良放出来 对他说 好 马良 你给我画幅画吧 马良为了夺回神笔 就答应了 大官把神笔还给马良 叫他画一座金山 马良真的给他画了一座金山 只见金山上金光闪闪 满山都是金子 大官高兴地直跳 马良 马良接着在金山四周画了一片大海 大官说 快画一只大船 我要去金山运金子 马良就画了一只大船 大官跳上船去 马良又画了几笔风 围杆上的白帆就仗满了风 直向金山驶去 大官还嫌船 便挥动着拳头 大声叫喊 哎 风再大些 马良又加上粗粗的几笔风 大海骤然翻滚起来 大官心里害怕 叫着 风够了 风够了 马良不理他 还是一个劲儿的画风 风更猛了 浪更大了 大船翻了 大官沉到海底去了 马良又回到了穷人那里 给穷人画画 生字 简 基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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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 淀选 东挑西净 柯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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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哥 我 切割、收割、割草 摊、特安摊 特安摊 河滩、海滩、沙滩、浅滩 湖 河无湖 河无湖 胡子、胡须、胡说 噔 噔噔 噔噔 耕地、耕田、耕种、春耕 监 鸡安监 鸡安监 监狱、监考、监督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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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牢狱、入狱 监狱、牢狱、入狱 柯安勘 柯安勘 看守、看护、看管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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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头、鹅脚、鹅外 鼠 狮无鼠 狮无鼠 鼠鱼、从鼠、龟鼠 肝 隔岸肝 隔岸肝 肝子、旗肝、木肝 杖 智岸杖 智岸杖 胀满、胀痛、肿胀、热胀冷缩 咸 西岸咸 西岸咸 嫌弱、嫌悟、嫌疑、涉嫌 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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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叹气 咒 之欧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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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咒 咒燃 咒冷 暴风咒雨 词语 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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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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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 监狱 士兵 士兵 属于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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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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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对话 情境对话 明天是周末 你有什么安排 妈妈说要带我去公园画画 那你用什么来画呢 当然是用画笔和纸了 可你的笔只是普通的画笔 马良的画笔却是一支神笔呢 马良 马良 马良是谁呀 马良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小孩 他很喜欢画画 可他很穷 没有钱买画笔 那他怎么画画呢 他上山打柴时 就用树枝在沙地上画画 到河边割草时 就用草根在河滩上画画 他真会想办法 后来有个白胡子爷爷送给他一支笔 他拿起笔就在墙上画了一支大公鸡 谁知刚画完 大公鸡就从墙上飞了下来 啊 这笔真神奇 有个大官听说马良有支神笔 就把马良抓去了 抓他去干什么 画摇钱树呀 马良不画 大官就让自己的画师用神笔画摇钱树 摇到了很多钱吗 没有 神笔离开马良就变成普通的笔了 后来呢 后来大官求马良给他画金山 马良想了想就画了一座金山 马良一定是害怕了是吗 不是 马良在金山周围又画了一片大海 在海上画了一支船 让大官坐船去金山对吗 对 但马良又画起了风 风越来越大 船翻了大官沉到海底去了 马良真聪明 从此 马良就继续用他的神笔为穷人画画 我要是也有一支这样的神笔就好了 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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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良